今天提训这个审计金至关重要 而且现在看起来 陈佩琪的角色也越来越浮上台面了 对 我们今天要重新看一次 这个地院法官的这个积压裁定书 那积压裁定书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 这个电视上面登的这个字眼 这个文具 这非常的敏感 他说 该时却有不明来源 金流分别汇入 这个其配偶及子女账户类 换言之讲 就是柯文哲的账户里面 确实有收到不明来源的金额 对 这个是今天我们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一项 我就搞懂了 为什么他不愿意提出抗告 抗告 有这句话怎么抗告 你的你太太跟你的子女的账号里面 不明财财来源 不明金额 不明金额 你怎么抗告 你抗告个鬼头 你根本已经犯罪了 就财产不明来源 最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柯P说 我现在不抗告 让法官有好好去查 两个月时间查清楚 那个是在这边做戏 真正讲知道说 问题就 这场已经被查到了 对 但是你现在目前不能证明 同一笔钱 两笔钱是不是同一笔钱 你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按照审庆金的做事习惯 我跟他很熟 我了解 这种重要的金额的交付的话 一定是他本人交给柯P 他不会透过第三者 所以现在变成说 审庆金跟柯P中间有一个断点 那这个断点要证明这个断点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北减把沈金金调出问的原因 因为这个断点如果连接起来的话 所以这个比查任何政策多有意义 而且他是隔离征讯 他有可能就告诉柯P说 我已经查到你1500万了 柯P他不知道 柯P承认 沈金金也可能 因为是隔离征讯 他可以利用囚徒理论 他也囚徒理论 他上上1500万是你给他的 搞不好沈金金他你刚才去的时候 坐的是轮椅嘛 回来的时候站起来坐 走路了 精神很好 搞不好今天下午 他已经达成协议了 如果说达成协议的话 他沈金金也认了 你自己登记的帐上被人家抓到 你怎么能怪我沈金金出卖你呢 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出现的话 沈金金很快就交保了 交保的话隔禁就中了嘛 这个1500万就中了嘛 所以现在问题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 不是我们在这边杜撰 空穴来风 就是地方法院确定 陈佩奇跟资金收到钱 有不明金流 也确定 印小微这边有一笔钱付出去了 对 那这两个东西 金额雷同相当 时间一样 那我们一般在查洗钱的话 就是时间跟金额相当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一进一出 大概就可以抓到这个来源 所以他现在问题是 只剩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关嘛 确定两个统一笔钱嘛 那这个目前 这个确定统一笔钱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种 不见得要问当事人 因为你这个金额转来 因为很简单一个 第二个问题我很简单嘛 陈佩奇怎么讲的 陈佩奇用了一大堆理由解释这个钱 怎么收尾钱 什么收尾钱 我现在请问你 检察官推翻陈佩奇的理由 这些金钱来源的理由的能力 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 这个没有 起码很简单 我告诉你 如果陈佩奇当天是在庭上作证的话 伪证 伪证对 七年以下有去出行 他惨啦 不要乱讲话 所以我不相信陈佩奇当天在庭上讲那么多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有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一个就是沈欣欣 一个就是彭正生 那刚刚讲的 彭正生当时 他不是在这个所谓的高院抗告吗 高院抗告之前 马上跑到了这个所谓的干守所去 救训彭正生 当时林传媒也做了一个独家报道说 在这个所有金华城重要的关键里面 柯文哲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时的传媒说法是 彭正生都糟了 就像还不止 现在是一层一层 现在柯文哲面对的不是金华城 现在是第一果在市场 更可怕的是 都跟彭正生有关系 这个应该回到柯P当年 接受这个网媒的采访 直播时候讲的 还是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你要有金流 你要有人咬我 对不对 到今天来讲的话 这两个都出现一些苗头 但是并没有确定 那彭正生今天到底咬他没有 我认为还没有 还没有咬 彭正生咬就放回家了 对不对 就回家 就回家过节了 彭正生现在一定是他松口到一个程度 然后因为很多所谓的 你说松口但还没咬 因为太多情况证据 也就是说他的都委会 跟他所谓都发局的同仁的很多的证据的强度 足以构成所谓柯P的这个所谓图地要件 我说已经构成 所以说彭正生要来咬这个事情可能已经是有 这个已经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了 但是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个雨果市场 这个事情彭正生跑不掉 因为他公务局长 彭正生当时也用这个抗高文他讲了一句话 我不是都市计划专业 我对容积率不熟悉 我也尊重专业 不是 我是土部专家 建筑工程 土部工程 他是工程专家 所以彭正生这个赖都赖不掉 但是我不相信 一个公务局长 敢一个人来决定一个一百多亿的开标方式 而这个开标方式又非常的奇怪 我想很简单 全中华民国都是一样的规则 第一个 先编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编好之后 然后我们发包设计 由建筑师或专业或设计公司发包 发包完有规格出来 在规格出来之后 如果会发现预算如果不出的话 做调整 可以做在预算 在预算准备作业 然后送议会 然后就确定一个金额 结果听说没有这个程序 他通通没有做 他完全没有干 他就用拆的 一平多少钱就给你拆了一个金额 一百五十亿丢出来了 这太可怕了吧 这柯P啊 这柯P乱搞一通啊 乱搞一通 他不是科学理性务实吗 对 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事情我有问一个中工 中工说他们这个标一开始不想标 一开始听说类定给一家 常常标台北市政府的营造商 一个营造商我也认识 也是阿扁的好朋友 你知道吧 我知道是哪一家 那个跟柯P也有私交 好 那我这样讲的时候 搞了三次没有人来嘛 没有人来的时候呢 调整底价 老招嘛 那问题是没有人来 调整底价 为什么中共一家来标 这是我们要谈的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原来不够嘛 全不够对不对 已经调整底价了啊 调整底价应该大家可以标啊 对啊 结果变成就一家来标 那只有中共知道调整底价吗 大家公告什么啊 对不对 公告不好 这个案子都不好 中共不好有一百多亿的预算 结果它是低于预算接到 它是一百二十五亿 绝标嘛 所以欢迎自讲 这个调整底价之后 为什么变成只有一家来投标 为什么 那我很简单嘛 我自己的 我有工程专业的想法来讲的话 这个有沟通嘛 有沟通好这个事情嘛 沟通好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啊 就算了算了 就 这就给你去送了啦 你知道 我觉得是有沟通 有友谊的情况之下做基础 这就给你展开了 那展开之后 这里面有没有酬金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答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那又回到两个问题了 又回到金流 回到有没有人咬的问题嘛 那又回到水晶机身上了 那再来一次 那彭震生跑不掉嘛 因为彭震生他是承办的公务局长 对 跟后来他承办的副市长嘛 这个事情不要啰嗦 百分之一百他中 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到 所谓的图力到中华工程的问题 当然有啊 我现在问你一个道理啦 如果今天小省这个挪出来的 4740万的金额里面 是基于中工的下包挪出来的话 或子公司挪出来的话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小省用的这个给应小卫的钱 对 如果是来自于这个工程案里面 拨出来的款项的话 那问题就变成两个月 变成两岸合一了 所以我意思说北显在这上面 细节的推敲还有很多地方 所以金华跟这个所谓的国债市长 是绑在一起的 它同一个公司啊 对 五少年你在一开始就想说 钱钱钱金流才是重点 今天真的找了一个高手 这个高手 当时你特别提到 不要忘掉虚拟货币 对 我现在是这样子 按照这个他们的这个 这个交易金额来讲的话 因为院方线提出来说 获利大概两百亿 那两百亿的话 审计今天应该要回馈他多少 我个人估计 对 最少一两%总要给吧 对不对 最少嘛 对 一两%的话就是两亿到四亿左右 对 那两亿到四亿 如果说是五六亿的金额的话 按照过去我们看阿扁啊 看其他这些人的处理的话 很简单 他在银行开个 开一个保管箱嘛 对 就把那个提箱往里面一丢 这个事情就 这个事情就close了 就结束了嘛 就是一般过去的想法 那现在如果有虚拟货币的话 那是另外一种风貌 那个就是非常的 那高科技 那个我也不太懂 你知道吧 但是那里面有个有趣在哪里 你知道吧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 为什么北简要找一个 特别懂这个事情的进来 对 一定有所本嘛 这个北简不是莫名其妙的找这个人 还要把消息告诉大家 对不对 因为他找个人 既然你这个 你这个他有他专场 他告诉媒体都知道 换言之上 他有一点公告周知味道 算是蛮高调的查案 对 那蛮高调查案的话 一定有其他的效应 我们不知道的 那第三点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看他柯P 他的整个的动作的反应 他为什么要做个笔记干嘛 对 不然这个笔记 小牛说他有很多Excel档 10月18日他拿到的 建照 拿建照嘛 那11月1号出现一个 1500万的1500的注记 对 对不对 那这个是莫名其妙 你注记这个表示是收到了呢 还是准备收到 这注记这是什么意思嘛 对 就有一个可能性嘛 什么可能 就很多笔啊 太聪明 他做这个干什么 你说如果只有一个1500万 也不用记 很清楚 我们要等于就那1500万 对啊 搞了半天 是不止一个1500万 只有很多个1500万 而且每个1500万 是有不同意义的 不 欢迎之长 他跟小省中间 假使这个是金额的话 对 我们看起来 这个因为检方跟院方 台北地医院都认为 这个有他的子女 跟他的太太 配偶 配偶 有收到不明款项 对 不明金流 对不对 都有金流已经被查到了嘛 对 讲简单一点 只是说不能证明是小省给的嘛 你说你的账号已经被盯上 也被查到了嘛 所以我就不太懂啊 那你说 你小省金额到底是多大 那大到你还没笔啊 对 那1500万 那我算他是两三亿 那两三亿不需要登帐啊 两三亿我记都可以记住了嘛 对 你反正小省给我两亿嘛 对 你现在给我1500万 你分十笔 那只不过表示这个 还有其他的科技业 也有登帐在里面 对 所以表示这个家伙 他是长业犯人 很多 对啊 厨房不及被窄 对啊 他是很多帐在登记的 他不是普通要登记的 所以为什么找一个ADM 找一个金流高手过来查他 对 另外一个最有意思就是说 你看他太太更有意思 对 你是证人到北检去了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昨天他跑到那个群众厂 对 群众厂他讲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他讲到太太 讲到先生在里面 在里面上大号 对不对 那检察官怎么讲 说他里面在这边 在那边消灭证区 灭证 再把再清手机 他说妨碍公务 一个小时不开门 对那 妨碍公务 那什么事情妨碍公务 但在里面睡觉不算妨碍公务嘛 换言是检察官进去之后有发现 他有妨碍公务的事实嘛 好那是检察官 写的这个说他在这边处理他的 妨碍公务 那他 陈培琪在外面怎么讲 设在里面大号 一个小时 你这个公然说谎嘛 这是第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 所有这里面都委会的人 他一个人都不认识 然后这个甲章 就是这个 彭正真干的 你讲这个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公开跟两三个 这十万人 昨天有十万个人 线上线下 你不觉得这个 这个陈培琪是个很奇怪的证人吗 那你为什么不在里面跟法官讲 你跑来跟群众讲这些干什么 跟群众谈案情 那个小草听不听得懂 所以陈培琪昨天的动作 非常奇怪 那什么动作 很简单嘛 一定是灭阵串供嘛 公开串供 所以这一群人 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一群人 把我们台湾人的智商 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 简直是可恶之急 对 伍总 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妙的就是 刚才讲 刚刚瑞德我们讲 你七月说你要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你的十月十四号 就成立了木可 成立了木可之后 十月十八号 就核定了金华城的建案 我们再讲 我跑市政府那么久 最麻烦就是搞建造 建造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下来 上来感恩戴德 怎么可能说 你这么有把握 十八号拿到你十九号 就可以办动土 你说这个东西 充满了学问的 对 他十月十九号 确定是开工典礼 那个大张旗鼓 那个大宴宾客 对不对 他凭什么有把握 十八号一定会下来 对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十九号的 这个请帖 已经发出去了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都知道 对 市长当天要在这里 所以他就用市长抵达 开工典礼破土这个事情 对 来强暴市政府的官员配合 你非给我建造不可 倒推法 所以搞着市政府的官员 就鸡飞狗跳墙 就有一个必须完成时间 deadline最后期限 就是十八号 对 那十八号 为什么这十八号重要呢 因为十八号完了以后 就才有十一月一号 对 所以十一月一号 那个一千 一五零零零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目前判断 是金额 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他写这个干什么呢 那我的话 你如果你总共 假设我只拿三千万红包 对 你给我一千五 我也拿着算了嘛 那有人记账干什么呢 没有记账这种东西的 这个金额很大 或者很多笔 还有很多笔 笔数太多 笔数太多 我现在不是讲 沈庆金笔数太多 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企业家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想通了 为什么北柬要派一个年轻的 懂得搞这个金流的专家 我问你嘛 如果里面出现了一百笔 两百笔的各种各式各样的人物企业家 有些不见得是有对价关系 对 有些比如说什么台中某 跟什么大亨 对不对 送了他一千万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办 你刘宝洁送他一千万 那我这个检察官我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我把你刘宝洁账全部给你翻天搞一片 你昏倒了嘛 我把你刘宝洁三个字 你上面也写了个一千 对 写了五百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把你所有刘宝洁 在台湾银行所有的账号 跟你的人头账号 往来账号 依次电脑用AI下去给你操 你不要吓我 当然一定这样子干啊 不然他莫名其妙公布你 他要弄一个 叫做ATM的一个金流专家来干什么 对 我告诉你干什么 你们这些人给过他钱的人坦白从宽 自己才给我北检报到 自己还自首 自己才给我报到 因为我通通可以查出来啊 所以他 我想半天 就像刚刚于峰讲的 因为他就是搞虚拟货币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家 所以现在所有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都把东西拿着 你要什么马上给你 他不 我认为啦 北检故意放这个消息 告诉你说我有一个这个人来了嘛 那大家内行知道这个人来 会什么这样的灾难会来临嘛 这是第一个嘛 这是专业 然后还有一些有送过他钱的人嘛 有送过他钱的人 他如果他知道一个账号 他可能可以超出一千个账号 那这个问题多麻烦你知道吧 我搞不好讲完 就吴子佳可能养了一个小三 我每个月给小三二十万 把给你搞了 小三账号出来 我疯掉了嘛 对不对 就为了我送给柯文哲一千万 结果搞我小三 结果可能搞三个小三 因为吴宗献告诉我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吴宗献说他们在桃园办案的时候 当年办桃园案的时候 他有几个起诉的嘛 有些没有起诉 但我问你过程中他有没有监听 当然有监听 有没有监控 有监控 那有监控有监听这种东西 他知不知道 职业道德不能讲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讲就是说 你查到我吴子佳有送钱给柯文哲 然后我也送钱给我的小三 结果不好 你知道小三账号给我曝光 那我不是昏倒 所以你知道的意思吗 那为了 这个小三算不算是个资法要保密呢 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没有 所以我就 我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 北浅突然间派个高手进来了 然后公开 大家都知道 然后第二个 柯文哲怎么会有一个登记账的动作出来 而是Excel恢复的 Excel恢复表示 Excel不会只有写一笔 当然 一大堆 那是个表单嘛 那这个表单如果都是账号的话 才需要有时候高手出来清 那个清账的时候 那个是好几万个账号在那边交叉比对 所以这个事情 到最后难看 可能最后我们发现了 柯文哲现在家产万贯 可能有二三十亿的富翁 这才是台湾的笑话 到这里 本 отд Two 快点 那两星人 你可以 因 Kobe